大家好,今天我将会同大家介绍 另一个实用的Google Chrome浏览器 扩充功能程式 个扩充程式名字叫 谷歌字典 在我们浏览网页的时候 经常都会遇到 有些生字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需要将个生字复制出来 然后再搜寻才有答博 但有了这个扩充程式就方便得多了 只要用滑鼠按两下 或者下例想要查的生字或字句 程式会即时弹出视窗 显示解释 方便好用 谷歌字典除了支援18种语言之外 它还可以将之前查阅过的生字 及字句记录低 以给其他扩充程式使用 或者下载保存 接着下来 我会同大家介绍一下 怎么样安装和使用 首先用滑鼠打开Chrome浏览器 然后在浏览器右上角 三点图标 按一下 在选单里面选择Chrome应用商店 进入Chrome应用商店页面 在画面上方中间搜索栏打入Google dictionary 然后在键盘按输入 在搜索结果里面 选择Google dictionary 画面会显示相关程式的详细资料 在画面的右上角 按一下加入Chrome 然后再按一下加入扩充程式 画面会显示信息 程式已经加入 按一下右上角 扩充功能程式管理图标 开启显示Google dictionary 确冲功能图标 进入确冲功能程式管理页面 确定Google dictionary已经开启 我们现在试下去一个食谱网站 测试一下个程式 在使用个程式之前 我们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设定 按一下画面右上角谷歌字典图标 然后在扩充程式选项按一下 首先要选择字典的语言 我们选择中文繁体 选择完成后 再按左下角处存 程式有两个查字典的方法 第一个是用滑鼠双击要查的生字 第二个是用滑鼠系列要查的生字画字句 我们现在试下用第一个方法 在网页上我们用滑鼠双击的K卷这个字 程式即时弹出视窗 同作详细解释 而按一下里面的喇叭图标 Kate 我们现在试下查阅另一个字 将鼠标移到去Extremely 然后双击滑鼠 视窗画面即时弹出 如果需要更详细的解释 可以按一下右上角谷歌字典图标 弹出的视窗会有更加详尽的解释 按一下扩充程式选项 选择第二个方法查字点 在第一个选项取消勾选 而选选第二个选项 跟着在触发键选 无言后再按储存 第二个方法是将鼠标移到 想查阅的字或字句 然后按滑鼠左键highlight就可以查阅 我们试下用滑鼠highlight It is cream cheese 程式视窗即时弹出解释 我们再试一下用滑鼠highlight Extremely Delicious 如果在弹出视窗里面按更多 就会转到去谷歌翻译页面 用第二个方法查字点 最多支持100个英文字母长度 按一下右上角谷歌字点图标 再按一下扩充程式选顾 我们现在选选储存查阅文字或字句记录功能 以下边的一个是 准许其他扩充程式使用查阅记录 我们不选择 选择完成后 再按储存 我们试下在食谱网站 随便查阅一些文字或字句 然后按一下右上角谷歌字点图标 再按一下扩充程式选顾 程式显示 已经有两个查阅记录 按一下 画面下方下载查阅记录键 程式会产生一个查阅记录档案 打开后可以看到查阅记录 而档案储存在下载资料价 打开档案后 可以看得翻之前查阅过的文字记录 按一下画面下方 清除记录键 记录就会清除 如果想暂时停用谷歌字点 可以将全部选项取消勾选 然后按储存 这个程式 确实是一个简单方便的工具 可以在网页上很轻松地 查阅到一些生字的解释 对于学习语言 帮助很大 还可以提升我们的浏览体验 如果大家对扩充功能程式的 安装和管理有不清楚的地方 可以看回我之前的视频 里面有详细介绍 接着下来下一个视频 我将会继续为大家介绍 另一个实用程式 敬请密切留意 如果大家都喜欢收睇 这一类的视频 请大家留意 分享 按赞 和订阅 我会继续为大家发掘一些新的实用软件 介绍给大家 多谢大家收睇 再见